水里乡商圈创生共好协会 积极发展深度好玩的小旅行 日前得到台大实验岭的支持 将规划开办多元计程车培训课程 培训在地青年以多元计程车的方式 来接送游客踩点兼导览 期望能增加在地青年的就业机会 水里乡商圈创生共好协会 积极成立多元计程车 因此在得到台大实验岭的支持后 特别试办乡内小旅行的接送 以及导览行程 让担任司机的在地青年 以及受邀的游客民众 都称赞多元计程车的优点 其实在我们这个多元计程车的方案 我希望就由我们这个在地人 带你们到我们这个水里 非常你们所不知道的这些私密的景点 透过这样多元计程车 这样子带我们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那个当地的解说人员 我就觉得非常清楚 而且可以知道这个地方 它的故事还有它为什么在这边成立 我就觉得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每一个景点 包含水里这个地方的故事 一路上来体验 然后就是从喝茶 然后还有先到民宿旅馆 然后再到这里是体验蛇咬 就是觉得真的是体验到当地的一些文化 因为水里乡的景点分散于各村 因此多元计程车的成立 未来就是能够接送游客前往 并且增加返乡青年的工作机会 种种的好处 让台大实验林相当肯定协会的用心 多元计程车我们走一趟的这样一个行程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运输系统 来带着游客到水里来 是完全没有一个车辆的一种障碍 而且能够深入到里山里面 看我们的特色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目标 那今天主要是有一个成果要做发表 那是多元计程车 那这是台大实验林跟协会的一些年轻人 所创想的一个好的一个计划 那计划今天只是刚刚的呈现 那未来还要更成熟的来做一个培训 那还有一个希望借着这样的培训 让我们在地有一些就业的机会 也希望能够更完美的介绍 我们水里的各个景点 有在地人开车 载着游客前往水里乡的各个景点休息游玩 因此协会希望成立多元计程车 这一次只是失败 未来协会将会开办相关的培训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水里乡亲可以踊跃询问 记者蔡世奇水里乡采访报道 谢谢市长